我们发生磁响 爱发生磕 用米汤 贵糖与养保酵素 做成了泥球 近年来成为我国许多环保团体 用来净化水源的方式之一 因此马来西亚 此际把生智慧的磁响与家长 就像当地社团学习 投入净化河流的行列 我们等它干的时候 我们进去它就沉在 河底下面 河床下面 它不断地在那边发酵 看到这一班小孩子 它从小都协会做酵素 只要它有一天长大过后 它可以用这个酵素 我相信它传承下去的时候 是收回整个大环境 不只是环保泥球 用原本被当做垃圾的果皮 做成环保酵素 让池少知工化 无用为有用的环保精神 讲果皮嘛 它是没有用的 很多人是拿去丢掉 然后果皮既然可以拿来 这样子做的话 就讲它也是另外一种 再循环的东西 觉得不会肮脏 这水果虽然说是人家吃过的 但是为了保护地球 要讲这都可以 去宣传跟家人讲先 做成功了 然后再去分享给邻居 朋友他们这样介绍 你放水不要放太多 你放太多的时候 它就会离开 它就会有完食水分 亲手制作环保酵素 也让家长了解 只有环保生活化 才能清净在源头 减少水质污染 把垃圾变成宝物 然后都可以拿来去变成酵素 然后可以用到 可以用来清洗家里的东西 不要减少使用那些有 化学物品的清洁剂那些 今天爱地不是环保口号 而是需要许多家庭 在生活中开始做气 不仅可以保护临近的河流 也是腾溪地球的方式之一 大爱新闻刘海伦 戴辉达马来西亚报导